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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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市场多数人都不用怕的时候 我说过 这个时候你反而怎么样 你反而要稍微保守 我没有叫你看悲观 但是我说 这个时间点就是怎么样 市场这些所谓的赢家 他们要追价的 他们要去考量的 因为大家都不怕 当大家都不怕 反而这些赢家 这些少数人 他就会懂得怎么样 他都会懂得 稍微的停看听一下 他们没有看坏 但是至少 不用冲在这个时间点 去当那个出头鸟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 明明就涨上去 也涨了168点 前面那个一块不见了 现在是涨75点 对不对 原因就在心里面 那筹码面也是一样 你目前来看的话 你即便台币在升值 你有看到整个外资 有出现很大的动作吗 又或者你有看到 内资报很像自营商 报很像投信 他们有很大的动作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以目前来看 终究盘面上 还是一些变数 好那再加上 美股 上个礼拜五是涨的 但是你想 为什么涨 其实也是连续叠了以后 出现一天的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 基本上 他们的盘面 你去看一下 其实他们追价力道也不强 因为 先前大家都太乐观了 领准会三月要降息了 对不对 当时我也没在节目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各位 不要被这些带风向的给带走 没有那么乐观 你有什么条件三月份要降息 很多人都告诉你 明年要降三次 那又怎么样怎么样 那因为 如何如何的 Fed Watch这边 这个几率有高达70% 80% 我说真正决定要不要降息的 不是Fed Watch里面那些 所谓的一个债券的一个交易员 如果是他们决定要不要降息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要不要降息 我说过你要站在谁的立场想 你要站在联准会这些决策官员的立场想 那他们在意的是什么 他们在意的是 要不就经济怎么样 经济衰退 要不就是物价怎么样 物价高涨 然后他要做一个升息的动作 那除非你现在 要让这个通膨降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那当然他就不再升息 那当然他又有降息的可能 那你现在从几个 你自然知道联准会所care 就是一个经济一个物价 那你回过头看 物价降下来没有 没有错 你跟当时9.1%最高点来比 现在3.6%算是有降了 问题是他的目标多长 他目标2% 你3.6%跟2%很接近吗 你至少说你等他降到2.9%的时候 你再来讲说他不再升息要降息了 那还来得及吗 3.6%你就要讲说他要降息 3月就要降息 这就有点太乐观了 对不对 更何况你看现在就业数据公布出来 你看上个礼拜公布的不管是ADP的飞农也好 或者是这个本身的这个飞农数据出来 都比预期要强太多了 代表景气还是维持一定的暢望 整个就业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热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物价又没有降到他的目标区 那你整个景气景气还是很热啊 至少还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吧 那我认为如果今天你是把鲍尔 你有那么迫切要在3月就降吗 没有错 按照联准会的一个点证图 他明年是要降3码没有错 但是降3码我不一定要在3月就降啊 我难道我不能在7月 我不能在这个9月11月12月来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3月就降呢 我联准会我要开7次会 为什么要在第二次我就要降 所以有些时候我的投资朋友你要去思考 当多数人往这样想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跟人家往那边去走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好所以当现在大家都在告诉你 这个礼拜要选举了 这个礼拜政策会积极的做多 当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倒是认为 当然我没有讲错一定不会涨 我像今天即使也有反弹啊 今天马基西卸的规定 但是我认为在当大家都认为说 在选前会有大行情 政策会做多的情况之下 反倒是我认为在这边怎么样 你就先停看厅就好了 但是停看厅并不代表你不要做动作 而是你要为选后 当这些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 哪些股票它会往前带头冲 那这些带头冲的领头羊 你要趁着这个礼拜 当行情有扑动的时候 你要去留意它的一个买点 讲穿了 就是整个中长多的架构不变 但是短线它依旧在整理 那既然在整理 你怎么做 我想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不是叫你盲目的去做一个追高追价的一个动作 好了就如同过去 我常常跟各位讲 做股票 你希望怎么做 你是相信神话 用相信神话的一个心态来做股票 还是你用相信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来做股票 我想重点是在这里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什么叫相信神话 每天都有掌停板 每天都有股票创新钩 看起来好像比巴菲特还神 比神还神的操作 那这不是神话是什么 我说你实际上去跟着看看 不用说我讲的 你自己去试试看就好了 你不信你自己去试 我朋友就试过了 你说他骗人吗 他也没骗人啊 有没有掌停板 有 有没有创高的股票 也有 也有 问题是 我就说嘛 掌停的股票加上创新高的股票 加起来还不够赔 还不够赔 因为我说过 做股票你不是比说 我今天谁的掌停板 多 谁的股票创新高多 而是比谁的口袋能够真正最薄 那你每天都有不同的股票在掌停 你背后有几档股票 你每档股票你都买吗 啊每档股票你都买 你每一档都赚吗 对不对 我就最常见的 今天带你去追七八八趴 掌停板 哇赔两趴很高兴 结果明天赛 赌头赛五趴 今天赚的不够明天的赔 然后后天怎么样 后天叫你卖掉 这样有10年半有啊 那你有贪钱吗 没贪 所以你要怎么做 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我过去也跟各位讲 股票操作无非就是买点跟卖点的一个掌握 当然买点跟卖点的掌握 很多人一定会直觉的告诉我 啊这个跟你讲 啊买点 啊买点就是当下跌的时候买啊 买低啊 对不对 然后卖点呢 卖点就涨高的时候 我高卖啊 国小的都懂啊 我相信 所有 你今天在我们收看我们视频的这些所有的投资人 你没有一个不懂的 这不懂就奇怪了 股票低买高卖能够赚钱 谁不知道啊 但是我说过的 利空中买进 利多中卖出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独立啊 啊说的很容易呢 我说国小都知道啊 啊但是怎么样 但是我说嘛 有几个能够做到吗 有几个能够做到吗 你有做到吗 就问你自己就好 对不对 讲都很容易 自己都不容易做到 所以关键在于怎么样 关键在于说 因为这个是人性 拉回的时候 一定是有利空 或者整个盘面氛围不好的时候 盘面氛围不好的时候 当多数这些专家权威名师 又给你一些 比较保守言论的时候 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这个就是我说的心里面 多数人都不敢买的时候 你是跟着多数人不敢买 还是你敢逆市买吗 你说啊我知道我要逆市买 讲很容易 当实际发生的时候 你还是跟着多数人这些在走 涨上来了 利多中要卖掉 对不对 要高卖 可这个时候专家权威名师都告诉你 哇这里上看哪里又哪里 哇这张股票未来前景看翘 哇上看哪里又哪里 整个氛围 哇市场非常的乐观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懂得直流勇退 别给他骗了 对不对 你别给他骗了 心里面 你终究还是跟着市场多数人怎么样 继继续的跟大家一起乐观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如果说你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 可是你偏偏就是做不到 关键在哪里 关键你就是要有一个懂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人来带着你做 我想我怎么做你们都很清楚 不用说什么 华硕 今天华硕怎么样 今天华硕涨哦 早上还开高哦 你做了什么动作 你早上去追的 我问你 你今天有没有赚钱 更不要讲 华硕如果你追在这里 有没有人追在这里 你看量啊 谁说没有人追在这里 对不对 这量这么大 怎么会没有人追在这里 啊今晚你这样 啊华硕我怎么做的 所有我的会员 所有有看视频的 这个投资朋友都知道 我做两趟 是不是准备两趟都已经获利入待 现在准备要做第三趟 第三趟还没有出手 但是这整个操作 有没有都是完全摊在阳光下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第一趟我就不讲了 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 一路买到三九九去到宝 后来攻到了四三八 我们在高档出一趟 这第一趟我就不说了 年代久远 第二趟拉回的时候 我说过 既然我看好的股票 又回到一个买点 甚至于比我第一次买的 还要更低 我高档都已经有出股票了 现在我满手的现金下来 我有什么理由不买 所以第二趟我们是不是又是 三百五三百六五三百七 三百八三百九 甚至于 最后的加码点在四百零六 有没有 十二月十三号 来加啦加啦 十二月十三号 有没有 连续低档的买进 甚至于最后在这一天 起涨的第一天 奋力一己在做加码 我只请问各位 现在华硕无人不知无人不朽 每个都在告诉你 华硕有多好有多好 尤其当时在五百块以上的时候 更是多少人在讲 我只问各位 当时在五百元以上 半公五百元 四百元以上告诉你 华硕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 那些人当时在三百块 有几个人叫你买啦 你只要能讲出一个就好 有哪一个在三百多块 碰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 你卖光三百五啦 有人在三九九叫你买吗 也不要说四字头啦 我们在四零六做最后加码 四零五在做最后加码的时候 有谁在跟你讲吗 全部人都是在接近五百块 至少都涨到了四百五四百六 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 才能告诉你华硕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 结果你去买在五百块的华硕 现在呢 这一波最低还来到四百五十块半 光是一波修等你五十块没了 一厂就五万 你买点底买十厂五十万就没了 那几天的时间到一星期 同样一档华硕 对不对 啊不是 低档要买吗 高档要卖吗 啊有几个人带你这样做 除了我罗文斌以外 有谁带你这样做 你所知道的这些专家权威 全部在高档的时候叫你买 有没有 有没有嘛 你自己知道嘛 你现在如果有套牢的华硕 不就是这些人叫你买的吗 啊我怎么做的 我说过我沿路一路买上来 这个就摊在阳光下了 你要印证我欢迎你回去看看我过去的视频 我几乎每天都在节目里面跟你讲华硕 全市场就要揪我了 最笨了 三字头一路跟人家没起来的股票 每个人都说 每个人都说 有没有 讲了你都反了 对不对 啊你看现在 反而大家来追的时候 来 自己看 12月28 华硕我们大赚获利出清 12月28在哪里 有没有在创下502高点这一天 低买 高卖 大家都懂得道理 但是你做得到吗 这些专家权威 哇每天 讲了那嘴巴转破 头头是道这些人 他有带你这样做吗 还是我卢文斌是实际上带你这样做 看看华硕就好 有没有在发动前买进 连续的布局 反而当大家创高了 大家来追的时候 我们获利出清 所以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你希望怎么样 来做股票 你是相信神话 还是你相信科学 如果你相信神话的 我说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right now 你不用来看了 我的视频 基本上不符合你的需求 但是如果说你是相信科学 你真的笃信 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 布局式的一个操作 春耕夏云秋秋冬草 股价还没有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涨上去的全市场来追的时候 我们获利出一趟 如果你认为这样能够帮助你赚钱的 那么我希望以后 你能够紧盯的 能够持续收看我们的这样的视频 甚至于怎么样 把小铃铛给加进去了 好那现在最重要的 好 华硕 我们高档出了对不对 当时我就告诉你 这叫什么 这叫分段操作 拉回来 我随时怎么样 我随时会再买回来 那你说那这几天拉回来 五十几块了呢 我出手了没 我告诉你还没 还没 为什么我不出手 当然我在观察 我说过我们不是为了买股票 我买股票 我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率的点位 或许一般人看 哎呀我才可以加差 可以的啦 但是我说过 我的看法 常常会跟市场多数人的看法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已经到了瞄准区 这是事实 可是虽然到了瞄准区 那个扳机啊 就还是没有扣下去 所以如果说你也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不管前面这两波 你华硕有没有真正的赚到钱 又或者你在高档 是华硕套在那里的 因为跟着市场多数人去追的 又或者你当时 听了我们的视频 看了我们的视频 你认同华硕这样的股票 逢低可以再买的 那么 我说过了 华硕不用我多讲了 下一个 进场点到底在哪里 现在已经进入瞄准区了 我们准备大减便宜 因为我们高档有出一趟 现在满手的现金 好那尤其你有资金 我说你不要随便乱做 不要今天这边看那边 就去追 那边又看下去追 就算是华硕 你不要看 哇跌下来了 好像有50块钱的价差了 你就随便去买 虽然进入瞄准区 可是我们班机还没有扣 还没有扣下去 所以你想紧跟着 我们华硕的一个操作 你有三百万资金以上的 你有三百万资金以上的 我亲自帮你布局 你只要在我们股市 我并看lightat的官方账号 的对话视窗打上三零零 并留下你的电话 你的联络方式 那么华硕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 尤其当他的下一个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着我的会员 带着所有已经登记完成的朋友 我们会一起来进场 那还没有加入的 可以利用我们QR Code 把它扫描下来 但是最重要的记得在对话视窗 打三零零 并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刑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